美国要求半导体产业要交出机密的资料 也掀起产业一阵波澜 经济部长王敏华就表示 已经和AIT的处长孙晓雅 在例行会议中讨论这个议题 强调美方并不是针对台湾 因为包括了韩国还有德国 都有收到美方的问卷 更说明厂商可以不填达 有关商业机密的资讯 孙处长确实有跟我提到说 这个是一个不是针对性的 是针对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从上游到下游的使用端 请厂商来填打 强调美国不是针对台湾 因为先前美国半导体峰会过后 传出要求台积电和三星 得要提供客户的机密资料 让许多半导体厂都很紧张 经济部长王美华表示 已经在例行的会议上 和AIT处长孙晓雅了解情况 不是针对台湾的厂商 包括韩国甚至德国厂商 都一样都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问卷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添打也是自愿性质的 王美华展述美方立场 只要厂商认为是商业的机密 就可以不用添打 经济部也已经向国内的企业 转达美方立场 已经让台厂相较放心 不过美国本来就是台湾的主要客户 所以台厂会尽可能满足美国的要求 只是对于台厂来说 眼前的考验还有电力 十月份昨天确实是创历史以来的 最高的用电量 那用电量这么高 当然是因为十月份到现在气温 确实是很高 那另外的几个因素就是 我们的民生用电成长了22% 那产业的用电也成长了5到6% 汪梅华表示由于台湾的秋冬是空污季节 中火和新达火力机组都会自动降载 加上十月份的天气还是很热 因此宫电会相较紧绷 所幸各地缺水的状况已经逐渐好转 台电会谨慎的涨扣电力 避免缺电危机再度上演 记者林思宇 万俊良 洪大祥台北报道